火爆车祸案件救护车火速前往 有热心路人赶紧放出三角锥 就怕发生二次锥撞 另外好几名男子把倒在地上的伤者包围 挥手示意就是这里有人需要帮忙 而警方事后了解 这名死者是74岁的张姓比丘尼 发现他住家距离案发地只有400公尺远 通知他儿子到派出所制作笔录 他只说妈妈通常晚上不会出门 因此也不知道他要去哪 生活时间不止家人亚 一连邻居们都说意外 只是在事发前六小时 死者才跟邻居聊天 趁之后要搬到台中的寺庙 如今这句话格外像是在道别 死者是新店人 过去曾患过肾 疑似身体不好许过院 近十年都在家修行 检察官下午到刺激医院抱怨 主要是要了解死因 在家属没有意义之下 因此也不用解剖 但对于死者的突然离世 还是对22岁的肇事歧视 提告过失致死 不过演员这一状 其实在案发后 无法及时出院 他刹车来不及 以后他刹住 他整个人就是好像手卡住 油门还有在腰来挑剂 他会刮那么远 现在没办法讲话 嘴巴里面好像 这边骨头全裂 事隔一夜重回现场 来帮忙儿子找遗落的东西 语气中听得出无奈与心疼 车祸 警方有厘清照则的责任 毕竟一方跨越分隔岛 一方是否超速都要厘 TBS新闻成人物新宴 新闻市报道 请支持T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